昨天这个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了之后 当然总统府呢也有发声明 发言人国亚会说 立法院在社会高度疑虑 以及议论当中还是通过了修正案 这并非台湾社会的共同期待 赖清德总统期盼民意关注的重大争议性法案 在三读之后还是有持续对话调节的可能性 来呼应国人民意的诉求 好提到了民意 提到了这不是台湾社会的共同期待 可是最近我们看到了几份民调 包括TPOC的调查 百分之65的支持国会改革 甚至台湾民意基金会 百分之58的人赞成挺的是 藐视国会罪 你怎么误会了 他们讲的国人是反我民进党国人 就很清楚了 那就不是民意了是吧 反我民进党国人 他们自己一国了 那这个民党立援党团总统 柯建民又讲话了 冲突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反思的时刻到了 应该以对话代替对抗 在总统公告实施三日之后 民进党团一定会穷尽一切可能提出视线 同时他这个时候呢 还在喊话 希望蓝白来沟通 他说总是个开始 好了啦 闹磕好不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 也是喊假的玩假的 那吴思尧呢 也说民进党团已经在筹备申请视线 法界人士已经也提供很多的火力支援 民间的弹药支持都是 我们完备视线的严谨看待 我们都会做好最万全的准备 好所以亮哥怎么看 那接下来免不了的要先起政治风暴 对 宪政风暴包括三个方向 第一个当然是司法院 因为这个柯建民领衔去申请视线 他会有两个题目 第一个是在视线完成之前暂停实施 这个也要宪法法庭决定 那如果宪法法庭说好暂停实施 那立刻风暴就开始 立法院绝对不是塑胶啦 你是法院凭什么暂停 那司法院如果没有这样 那基本上就是国会改革无法就送进去了 那这个就进入了立法院跟司法院的比赛 这坦白讲这个还是有争取民心这个层面 就你国民党就要向社会证明 比如说有调查权有人事听证 是有正面作用的 所以国民党真的 休会之后要好好提出几个好的题目 来行使调查权 然后来看他们怎么凹啦 然后最好能够真相大白 这个要拼速度 因为你要立刻让社会有感 这个是跟司法的部分 那第二个就是跟行政院的部分 因为行政院会提负义 他也在考虑啦 所以为什么卓龙泰要hold住李三读 这个就是要帮他即将提负义来铺垫能量嘛 那他提负义 他必须在十天内决定要不要负义 那提到立法院之后立法院十五天内要做表决嘛 这个是全案表决 那民进党会不会在复议那天 让你没有办法投票 让你在十五天内 没有办法就复议案来表决 那这个是属于立法院跟行政院的部分 那第三个是立法院跟总统的部分 因为这次的法律是这样啦 因为你通过了国情质问那个部分 有一条叫做疾问疾答嘛 那跟现有的立法院职权行司法 这两个之间重叠啊 那到底要以哪一个为准 这个 柯建平不是又跳出来了吗 柯建平真的是好积极哦 柯建平就说 这个还没有确定事件之前 事件结果还没出来之前 那今天你不要去 对 对不对 那我估计国众两党会提出邀请 邀请赖清德去做国情质问 那赖清德会不会听了柯建平的邀言 决定不要去 那我跟你讲那个风暴就来了啦 那去你是要采用哪一边的规则 你是要用立院职权行司法 还是要用疾问疾答 这个考验他的智慧 那个赖清德应该勇敢一点啊 你这个时候还听柯建平呢 你就会倒大眉啊 因为柯建平这次从头到尾讲的话 后来证明都是错的啊 所以赖清德一定要自己拿出判断啊 而且我讲白了啦 你国情字文还可以讲一些话 是啊 搞不好可以化解两岸的紧张 这搞不好是人家帮你做个球啊 给你一个平台来发表啊 实际上我坦白说 这次528就昨天了 这个风波会迅速降低啊 我坦白讲跟马卡尔讲的话是有关的 因为马卡尔照理讲 因为他本来就反共大将 他在建完赖清德表达祝贺之意之后 那他可以维持低调啊 他为什么要出来看记者会 他出来看记者会就是怕 你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啊 我要把这个声音做一个放大 然后让美国跟中华大陆都看到啊 说我有帮你哦 我有在帮你处理哦 他讲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说美中是有红线的 对 不能踩 有些红线不能踩啊 不然会有意外的灾难 对 那第二个讲得更白 他说如果两岸有事啊 那即使不是台湾挑起的啊 那美国也将面临艰难的选择 其实外交用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他不会出兵啊 或者至少是这个时候 我不会出兵啊 这个时候是我们正在麻烦的时候啊 我们俄乌战争一大堆 我在选举啊 我认为是这个记者会 然后就是5月27号 然后那天晚上 左龙泰就呼吁大家不要到立法院 对 实际上我们靠好那个话 我觉得美国也有在做情报收集 他到现场看要求 这哪里是国会改革的示威啊 根本就是抗中保台的示威嘛 你去看那个5月28号 要结束的时候 每一个民进党立委上去讲那个话 都在讲什么 什么习近平进立法院之类的 都是这个调子嘛 那如果让你民进党这个群众运动上纲 美国也会担心啊 你耐心的会不会跟着这个基调亢奋起来啊 那你抗中保台继续往上走 那2024A变成2024B啊 那我美国怎么办 所以我是觉得美国真的看得比较远 这个还好是有美国爸爸来给你踩煞车啊 这个我看了真是害怕 就说里民进党竟然没有一个人 把这个局高出来心得 而且你如果群众真的冲进去啊 因为吴思耀在 那个上个礼拜 就已经号五的时候就已经在号召了 跑到那个高点跟那个清凉说 你们进来啊 那个天桥啦 天桥那边你们进来啊 要到青岛医馆的天桥 对对对对 所以美国人当然会判判说 你528是不是要冲场啊 那冲场你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啊 你以为蓝银都是塑胶啊 你冲场我跟你讲蓝银的群众也来了 是啊 那冲场到时候就是社会动荡 社会动荡 你不要忘记 大陆有一条反分裂法的三要件之一 就是社会动荡 尤其他们的目标那时候是针对韩国瑜 是啊 要挡下韩国瑜 是啊 所以你去想一下 不让他主持议事 对吧 那你就会激怒韩粉 当然会啊 所以你去想一想 我说美国人都看到了 说你这个如果造成社会动荡 老公会不会用这个当借口 升级两岸的对抗 那或者是 你就是抗中保台调值升高 你赖青的亢奋起来了 那2024B就来了 2024利监演习逼来了 那美国怎么办 美国就陷入一个更难的选择嘛 所以我是觉得美国真的是踩了煞车 所以你就看到 不只卓龙泰发出那个诉求隔天 那个主导的那几个团体都没有来了 来的都是散兵游泳都个人式的 而且那一天连立委都这样 民进党的立委是7点多才进场 我就没有看到强主席来那一幕 没有昨天没有啦 昨天早上没什么 对啊 不是少了一场戏让我们看 有了下午秋营才打巴掌嘛 我说早上 国民党是忧虑了半天 怕民进党搞怪招啊 锁门啊干嘛啦 所以国民党是彻夜在那边守啊 他自己都没睡觉 只能想到他有什么漏洞 对 在那边守立法院门口你知道吧 结果隔天啊 你怎么7点多才来 国民党已经站满主席台了嘛 早知道我可以多睡一个小时 对对对 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就是放手了嘛 这个放手不只是场外群众的放手 也包括里面立委的放手 他们评估过啦 他冲场的时候 后果对民进党很不利 不利啦 所以晓鑫说他昨天一整身的 那些互吸互聚都没带了 因为他就觉得应该不会有冲突 谁知道下午来了那一巴掌 就是邱盈大不自强 巧鑫还是证明他是 非常灵力的秘欢 跑的速度真快 那这个 其实昨天那个也凸显出一个特征 邱盈还是年纪大了 不敢真打 不敢真打 巧鑫啊 你怎么说去看这个点啊 巧鑫那个时候 不是 他是说他打了之后 就往后爬 然后邱晓鑫冲上去 要抓他领结 对 抓到他他就不动啦 他抓他的手 说你是要怎样 巧鑫讲话 你是要怎样 那一副就是要 要揍他的样子 就要吓他 所以我坦白讲 我是佩服他的勇气 那个是罗志强 被用的东西拍嘛 扁一身嘛 那因为 罗志强男生不能打女生嘛 吃梦推在那边 干得要死 结果邱晓鑫就冲上去了 所以我说这是 这个 国民党女生还是比较有用 徐家勇将 真的耶 国民党靠女人 对没错 不是啦 因为在打的都是女生 因为都在前面 男生不能冲到前面 巧鑫之前被他们围剿成这样 现在一夫当官万夫莫敌 他真的冲上去 他是被围 被围啊 深入敌影你知道吗 后来是一群国民党 男立委冲上去把他救回来 他也没在怕啊 没在怕啊 而且当下去的时 邱晓鑫就没动了 他没有动 然后 他有点愣住 徐晓鑫的反应 后来两边在那边围嘛 就在那边抓啊 结果抓到了 王美惠的手这里 所以他后来有出来道歉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就是 一女当官千万人无亡语 这个政治 我坦白讲我看政治那么多了 我也是政治学的 勇气是政治人物最重要的品质 你没有勇气 没有胆势 那什么事情都看不出来 真的是这样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 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圣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